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将会向大家分享一些工具和方法,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所选择的目标产品及其细分市场的潜在竞争力。 1.找出主要竞争对手。 首先肯定是要了解目前有哪些卖家在卖你所选择的这款产品。 找出竞争对手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进行谷歌搜索。 前提是你得换位思考,站在买家的角度上。 以顾客的搜索方式来进行操作。 也可以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过的常委关键词来进行搜索。 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在谷歌关键词搜索中,针对你所选的产品和行业。 哪个竞争对手是排在最前面的? 需要注意的是,为了确保我们在浏览时选择恰当的地区。 比如我们想要的是美国的搜索结果。 我们可以在US之外添加GL等于US到搜索的URL末尾。 会有一点点复杂。 可以拿出小本本做笔记楼。 Related命令是专门用来查探同类网站我们的竞争对手的网址。 除此之外,我们也可以使用网上的一些免费工具。 例如SimilarWeb和SamRush来找到竞争对手。 二,竞争力分析。 想要非常清楚了解每一个竞争者都在做些啥。 这是非常困难的,但也是有迹可循的。 还是上面我们说到的SimilarWeb和SamRush工具。 他们可以提供竞争对手的流量总览、流量分布、参考网站、搜索关键词自然合付费、社交媒体等信息。 帮助你更加全面地了解你的目标产品。 三,其他三种方式。 一,他们竞争对手从事这一块多久了。 要是不盈利,生意肯定是做不长久的。 所以我们首先可以查看一下竞争对手的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的。 用Web就可以查找竞争对手公司的域名信息了。 除此之外,Twitter和Facebook都会显示用户的创建日期。 了解一个公司的运转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它的成功因素。 举个例子。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下面的这个公司的域名注册时间是2010年4月22日。 需要注意的是,域名的注册日期并不代表公司的成立日期。 因为域名可能在很早之前就被注册,或者是公司从别处买过来的。 2.他们竞争对手在社交媒体上怎样吸粉和互动。